好上回我们说到再过几天就要开战了 于是我们把家里面这些 后备部队啊给他转换成了 五步师啊 直接给他转成五步师然后拿去填线 然后目前我们家里有七个这个装甲石 都是刷成裤头然后装备了这个 4号A型中心型坦克的部队啊 以及有这个中防空的部队 这时候我们给这个装甲石的上一个指挥官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 我们刷了很久的这个 同梅尔 直接让他来当装甲石指挥官 然后元帅就由这个 曼特贝尔来当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七个装甲石 在这个位置 画一条线 因为我们直接先把这个 波兰的港口给切断了 这样子英法的援军就不会过来帮助波兰了 然后同时往华沙方向进攻 其他部队不动 其他部队都是预备队啊 不需要我们 动 这些部队他们都没有枪冲锋相当于送死 所以我们只需要让主力石冲锋就行 其他人就下辖给这个元帅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下辖给元帅呢 因为这个部队他是吃这个元帅50%的加成 以及上将百分之百的加成 上将一点进攻技能 我们能加2.5% 5点就是12.5% 而元帅一点进攻技能 他他一共有6点进攻技能 一共是15% 然后我们加到这种下达的部队里面 就会变成7.5% 就是一半 所以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一定要给部队用上最好的元帅 和最好的上将 然后这些部队呢 因为数量太多了 我们没有必要去一个一个给他们分 这个比如24个师分一个人指挥 没有必要 太废操作了 我们就直接165个师 185个师往这一划就行了 然后剩下来的部队也是同理 就直接往这个部队里面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大家很可能注意到了 我们这边这个装甲师啊 他画的是穿插线 穿插线的目的就是为了 直接从这一条线 沿着这条线直接冲过去 而不是沿着这条线 慢慢的一层一层推进过去 其次我们的装甲师 可以使用这个激进的执行战斗计划 这样的话我们装甲师会 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而不会停下来等其他部队 这样的话能极大的优化 我们装甲师的速度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嫌这个部队移动太慢的话 你可以直接自己进行手操 因为手操的情况下 部队相当于是被这个 强行打电话指挥了一样 你让他去哪 他就得去哪 他不会原地做停留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工厂 这个枪升级了 我们可以开始造这个MP38了 这个计划值的上线是与我们这个元帅或者上将的这个第三个码形状一样的这个 技能相关的 他这个目前给我加了10% 然后这个给我加了6% 然后换算到这个平摊到这个师上面就是就是集团军上面就是3% 因为元帅的属性只会平摊一半到集团军身上 然后元帅统领一个集团军群 好我们现在国车已经点完了 然后波兰再一次拒绝叫苏担泽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可以直接对这个波兰进行宣战 然后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准备进攻的部队只有7个中坦师 然后这边他这个计划值已经拉满了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对这个波兰进行宣战 现在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作战计划开启即可 其余的这些填线师我们是预备队啊 不需要让他们做任何行动 他们只需要原地沾着蹲好就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个三速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作战过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油是很快就不足了 所以我们得找周围的国家买油 我们直接找这个苏联人把油买买 因为为什么不找美国人买 是因为他有这个运输船啊 我们买要用运输船运 运输船肯定会被这个英法国家给偷袭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运输船了 然后同时在找罗马尼亚买 罗马尼亚的油也是挺多的 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些 作战的这些气泡 我们现在有1700的突破 同时我们这个触发了一些什么奇袭之类的 战术卡 我们点开来看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部队啊 他这个移速是有这个奇袭的这个战术卡的15%加成的 如果是闪电战就会加的更多了 目前都是奇袭啊 然后这边是突破 突破也有加15% 然后我们这边再说一下 比如我这两个坦克师是进攻这个弹泽这一格的 然后他这一格只有180的这个宽战斗宽度啊 如果我们想让更多的是来进攻这一格 我们只需要从其他一个方向对他进行夹击即可 这样的话 这个战场宽度就因为多了一格而变成120个宽度 同时因为夹击的情况 然后我们出发了这个闪电战的战术 所以我们目前这只装甲石它的移动速度是受到闪电战影响加了50%的 这样就能更快速的到下一格 从而对敌人进行一个歼灭 目前这些国家都对我宣战了 所以我们可以开这个总动员了 开了总动员之后 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工厂可以用来买油了 我们依然是把这个所有的工厂都拿去买油 因为这个油对这个装甲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这个 决议里面会多一个劳动大军中的女性 是为了抵消我们这个开了总动员而损失的人力的 我们可以选择点这个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先点这个战争债券 因为我们目前不缺人 我们不太需要点这个去获得人力 如果我们嫌这个部队 他这个靠穿插线进攻速度太慢的话 比如他这些部队会自动回去填之前的线 那我们可以选择直接进行手操 不用让他再来这个进穿插线 我们直接shaft右键行动即可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删除这些穿插线 然后重新划新的穿插线 来对这个部队进行微调 如果我们划线的时候 没有把所有识填下去 我们只是要选择一个吃喷配任务 然后再点一下这根线即可 然后我们再划下一个穿插线 等部队到齐座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 这个法国因为他这个AI有一个这个 叫什么来着 专注防御的 所以他是不会主动进攻我们的 而且他这局居然都没有对我们进行宣战 我们想让部队直接快速进攻到华沙 只需要右键手操几个 因为这个穿插线 虽然我已经画的很短了 但是部队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脑瘫的操作 我们还不如直接自己右键手操比较好 而且手操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追着这些残兵败将跑 他已经就是没有组织度了 所以我们碰一下他就已经溃散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手操避开一些复杂的地形 比如不用霸盒去冲对面的部队 直接通过手操去踩对面的这些胜利点 以球达到最快速度使对面投降 可以注意到我们这局是没有和苏联签苏德户部侵犯条约的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如果签了的话 就把这一半的地送给苏联了 很亏 就算苏联敢宣我们也不怕 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完全碾压苏联的 这边从艾特比亚回来两个中坦师可以继续加入这些部队 我们继续右键这些胜利点即可 还有坦克装甲师不用怕被包围 因为我们的部队是有填线师一直在填线的 如果这些是你觉得不够我们可以继续把后背的部队一起拉进来填线 或者不停的通过点这个私分配任务来重新规划一下他们的这个 呃 施的这个动向 比如目前这些狮子填在了这条线上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条线删掉 然后再重新给它画一条线 让它填到前面了 我们只抢比较重要的点 以致使对面降低这个投降倾向直到投降为止 啊这边讲一个很多人会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的装甲师孤军深入太远 导致敌军后续部队会把我们已经突破的口给填上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的装甲师不要一股脑的全钻进去 我们留一半的装甲师在后面 这样敌军想赌上口的时候我们的第二波装甲师又到了 这样的话 他又要被我们充溃一次 为了防止这些装甲师乱跑 我们雪凌还是直接全手操比较好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装甲师在平原上的移动速度是相当快的 好了这边波兰就直接投降了 为什么我们不吃他的部队 主要是他这个枪会直接退给我们 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枪 我现在就不太需要再造枪了 直接去全造中坛即可 然后缺的东西照样是找别人买 这边不要顾虑什么给苏联送工厂 这个无所谓的 然后由于我们这个包装马其诺快点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部队再拉过去 同样我们只是把这些田线师一起拉过去即可 然后这边考虑到马上要登陆英国 我们在这些预备师里面挑12个师出来 然后给他编一个新的跳伞的编制 因为这个给的这个跳伞的编制是三营伞 对我们来说有点太贵了 我们直接用运营伞击可 因为伞兵就是拿过去送死 没必要特别豪华 这边依然是等部队集结完毕再进攻 下面这个对法战争是可以跳过的 所以我们直接点威射宝型呢 这边我们这个装甲师已经基本上到齐了 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作战即可 直接宣战荷兰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画好 让他按照这个线冲锋即可 然后继续把这个填线石填到下一个国家面前 然后继续把这个填线石填到下一个国家面前 然后我们把这个填线石填到下一个国家面前 这边我们直接对这个比利时宣战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局给法国人做了太多合作政府 他直接倾向于投降于我们 所以他判断跟我打就会投降 所以他就不想和我打 这边这个国家是被法国保读的 我们宣战他也相当于对法国应该也会选择近战争而已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些部队装甲石给填到这边去 然后画一条线直穿巴黎即可 其余的部队再跟上来填线 线不用填的特别长 这么多集就行了 然后我们的装甲石就会沿着这条线快速冲到巴黎去了 意大利没必要拉他进阵营 他这个没什么作用 不过虚拟一新手来说还是很有必要 但是意大利打完之后会分你的地 所以一般还是不要拉比较好 这边我们肯定是选择占领全部法国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工业值直接涨了很多 然后我们点开占领地区看这个法国的这个顺程度 他直接就已经到了90%了 我们可以吃掉大部分法国的工厂和有人口 然后他们可以直接组建一个傀儡政府 但是没有必要 我们直接就吃掉他们就行 这时候我们把准备好的12个是移动到加莱去 然后再加来添上我们的这个运输机 这边还有一个地没消灭掉 可以看到这两边是没有英国人的飞机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无空优状态 对面也是无空优状态 我们这时候把这些散民给他分好任务 直接跳伞这个多福尔的港口 以及这边的普茨茅斯 还有这边伦敦附近的一个港口 以及这个洛维奇 然后把我们的装甲师移动到港口 港口这边 这个是离这个英国最近的港口 给大家解释一下原理 就是我们把这个跳伞计划打开之后 我们的运输机会自动帮我们抢英国上空的空优 代表我们有英国的空优 所以我们能跳伞成功 好 我们这个部队就已经跳伞上去了 这里的部队就直接用这九个师了 像这个就是跳伞失败的 上去他因为港口有部队 直接把我们的散兵给消灭 这个装甲师上岛之后 我们直接进攻几克 直接右键进攻几克 没必要划线 因为划线的话速度实在太慢 然后通过这个两边夹击来加快进攻速度 这边我们可以继续点这个圣诞数行动 然后就可以打瑞士了 好 为了加快节奏 我们现在直接全部 shift加右键来操纵 我们的中坦师 把敌人的这些红点拳数踩掉即可 如果怕没有空优 移速过慢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优先去抢攻敌人的机场 有机场的格可以全先打了 然后这边继续布置肉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试的具体移动方向 接下来 走 这个英国就直接停止抵抗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英国本土给它吃掉 因为它的本土的工厂比较多 其余地区直接傀儡就行了 没有必要再 没有必要再吃了 因为我们还要吞英国的船 我们要把英国傀儡成船 其余的地区直接傀儡即可 因为吃这些地区的话 也没有多大作用 还要去派兵去镇压 我们到时候可以通过 给英国人送东西 把英国给吞了 然后获得英国的船 其他这些小国就直接吞并即可 然后法国也是吃掉 欧洲地区的土地 如果我们的分值不够 我们就继续跳几轮再吃 因为我们是单独一家在打 所以没有人会给我们抢分 我们可以随便的跳分 剩余的法国就傀儡即可 好 这样我们这个二战就基本打完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对付苏联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田县师填到苏联去 我们现在有两个进攻方向 一个是直接去进攻美国 进攻加拿大 然后再进攻美国 一个就是填到苏联去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先给这个英国修基建 修港口 然后方便我们登陆加拿大 然后给英国修东西同时会降低他的自制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吞掉英国 获得英国的船了 我们也可以选择直接召唤英国进战争 这样英国就会用船来帮我们进攻 因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非战争状态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苏联宣战的话 需要等160天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边直接点这个国策对苏作战 但是这还要点两个国策也要140天 剩余的就是给这个英国送装备 给英国送装备的话 他就会降低他的自制度 具体怎么送呢 我们就直接起草租借法案 然后给他送最贵的运输船 运输船的东西非常值钱 然后再把一些我们根本用不到的这种什么枪 直接发给他 给他来个一万 这样子 其他万国造的东西没有必要一个一个发 就直接 发一点给他降自制度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其余的部队全填到这个苏联前线即可 因为我们直接消灭了同盟国的主要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又恢复正常了 我们又可以正常去买东西了 这边就不用再找苏联人买了 我们直接找我们的傀儡买即可 因为找傀儡买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工厂买到80个 这样子我们走一下时间 直接买这个德苏马来亚的即可 然后我们目前装备不缺 就可以全部用来造这个中型坦克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后备师部队直接给他改 改变成这个中型坦克师 或者我们直接找部队来变成这个中型坦克师 也可以 虽然变成的部队没有经验 但是勉强凑数也是可以用的 我现在直接把这个部队 直接给他变成这个中型坦克师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 就拥有了12个中坦师 12个是继续归这个能美尔管辖 然后现在我们就 需要在这个前线修基建了 因为我们不修基建的话 我们装甲石可能会缺补给 我们把这个补给地图打开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这个装甲石集中坏 然后目前我们是处于一个这个 常速没服券的状态 所以我们这个消费品工厂就上升了 我们本来是 是所有人民是不吃不喝的状态在生产的 我现在因为没服券的关系 我们又要赔20%的这个 钱去 生产消费品啊 这相当于我们欠了这个20%工厂的钱啊 我现在要还钱 用这个工厂来还钱 所以我们现在 占我们总工厂有69个 我们有349个总工厂 占了69个 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还是不缺补给的 因为我们这边 就算把部队全塞过来也有76的补给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会缺补给了 好由于刚刚占领了一波新的领土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占领地区会变得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把这个占领地区点开来 看一看这些抵抗度啊 首先抵抗度最高的是杰克这边啊 我们默认用的民间监督都没有 把他这个抵抗度给他抑制住啊 所以我们实在是可以改一些其他的这些 比如秘密警察之类的来降低抵抗度 或者让我们在外面的这些特工 回来直接点一个根除抵抗组织 然后点在这即可 即可慢慢降低他的这个抵抗度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鼠标放到我们这个 固管理的附庸上面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到这 我们能看到他目前他这个自制度的这个效果啊 如果我们不停的减他的自制度 他就会被我们吞并掉 只需要花针着眼就可以吞并掉 然后可以看他这个自制度是在被我们这个 建设来减的 就是我在他的土地上帮他建东西 也会降他的自制度 所以我们在这边帮他把基建修满 也是为了为我们这个进攻加拿大 做铺垫 其次 这个 我们点开这个国策 里面有一些持续性国策 就这边有一个压制附庸 也可以降低他的这个呃自制度 但是这个降的特别慢 我不推进 不是看的 对手机来看的 这边是对手机来看的 感谢观看